大家好,欢迎回到AI探索频道 今天我要带大家制作一部动物宫廷音乐会影片 首先我们会使用到的工具由海螺AI用来生成你人化动物 接下来我们会利用SUNO来制作音乐 最终用剪映将这些素材会整成一部独特的宫廷动物音乐会影片 不需要高深的技巧,跟着我,你也可以轻松完成 相关连结我都放在影片下方说明栏 首先请您先点选海螺AI 我们马上开始 进入海螺AI后请您点选其中的创作视频功能 这里您可以看到许多使用海螺AI生成的影片 只要将游标移到影片上 就可以看到影片提示词出现在影片下方 您可以点选提示词上出现的复制按钮 然后在上方输入栏位贴上提示词 这时可以自行修改这里的提示词 藉由这样的练习您就能够逐渐掌握提示词的技巧 接下来我将这行提示词删除 我们要输入自己的提示词 这里我输入的是一只你人画的黑豹 黑色的毛皮 闪亮光泽 穿着英国男爵礼服 在欧洲宫廷中吹萨克斯风 背景是湿滑的宫殿 有水晶吊灯 垂坠到地的窗帘 灯光柔和 镜头近距离绕着黑豹旋转 这里要注意的是动物前要加你人画三个字 如果没有加的话 原本你设想的图可能动作应该和人类一样 结果生成的图还是原来动物的样子 记得再帮你的动物加上衣服的描述 背景也需要清楚描述 对于灯光 镜头拉近 拉远 环绕等都尽量交代清楚 确认好后就可以按下生成按钮 影片完成后 您就可以点选右下方下载按钮 您可以看到生成的效果流畅到令人惊艳的程度 接下来我们会使用Suno来为我们的动物宫廷音乐会影片创作音乐 连接同样放在影片下方说明栏 请大家先点选进来 Suno是一个AI音乐创作工具 透过简单的操作可以产生人声与乐器相结合的逼真歌曲 进入Suno后请您先点选左边的Create开始创作我们的曲目 这个栏位是用来对我们的歌曲进行文字描述的 因为今天我们要生成的是乐器演奏的曲子 所以我们先将上面Instrumental这个按钮点一下 打开乐器选项 接下来我们在歌曲描述栏位中输入我们的提示词 这里您可以用简单的文字来描述 像我希望这首是轻快的爵士乐 搭配活力四射的萨克斯风独奏 输入完毕后就按下Create按钮开始生成 这里的提示词建议您使用英文 出来的结果会比较准确 您可以使用简单的词语 效果比一长串文字还好 歌曲完成后您可以点选歌曲图示或是歌曲名称开始试听 基本上Suno一次会生成两首歌曲 您可以试听看看有没有满意的 若不满意就重复刚才的步骤 到歌曲描述栏位对提示词进行修改 若确认歌曲没问题 感到满意时就可以点选右边三个点的图示 然后选择Download Audio将声音档下载 这里建议各位朋友多做几次练习 试着改变动物的种类 乐器、衣着、镜头角度 音乐的部分也可以试着改变乐器、曲风、情境 或者在同一首歌中放入不同的乐器 动物影片和音乐素材准备好后 最后我们要使用简映进行绘整和编辑 简映网址同样放在影片下方说明栏中 需要的朋友请自行下载 点击开始创作后会来到这个页面 请您点击导入 然后将准备好的影片和声音档都导入进来 接着选择您要先开始制作的影片片段 将它拖曳到下方时间轴中 这时请您点选画面中有一个比例按钮 这里可以选择您要制作影片的长宽比 我现在使用的是16比9 若是制作短影音则要改成9比16 接着找到对应的音乐 将它拖曳到影片下方 然后点选播放按钮试听看看 您可以注意到我们的影片长度不到6秒 而音乐还很长 这时候我们可以缩短音乐的长度 您可以按几下右边的减号 缩小时间轴的间距 让您可以看到全部的音乐 然后将游标移到声音档的后方 当游标形状变成十字形时 就可以往前拖曳到您希望的长度 当然您也可以再按加号按钮 放大时间轴的显示 对您的声音档进行微调 当您剪出一小段音乐之后 这时您可以看到 我们的影片和音乐长度还是不一致 我们可以简单利用复制的方式 来延长我们的影片 首先请您先点选上面的影片 然后按一下Ctrl-C或是Cmd-C复制 接着移动这条线 将它拖曳到影片后方 然后按Ctrl-V或Cmd-V贴上 若它贴上的位置不对 直接把它拖曳下来就好 接着我们使用同样的方法 将游标移到影片后方 当它变成十字形时 往前拖曳 让它和声音档的长度相同 接下来您就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陆续将影片及声音档加进来 您在编辑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您的影片速度和音乐节奏可能不配合 像这里手动的速度比较慢 而音乐的节奏比较快 这时您可以先选择您要修改的影片片段 然后点选右上方的变速 调整后是不是看起来正常多了 除了调整速度 在影片切换的时候 您会发现有时太过生硬 这时您可以使用转场特效 让它在不同的影片中顺畅地切换 剪映中提供许多转场效果 其中旁边有钻石图案的是需付费的效果 您可以依自己的需求做选择 选好之后直接拖曳到两段影片中间就可以 若不满意直接拖曳另一个转场效果 就可以很容易取代原来的片段 除了影片的部分 您也可以为每段音讯开头 集结尾的部分加上弹入弹出的效果 让声音过度的时候更顺畅一些 点选您要修改的音讯片段 这时将游标移动到音讯上面出现的小圈圈 这时您的游标会变成双箭头的形状 就可以开始拖曳 经过这样的处理 感觉声音的消失和出现都比较不会太过突兀 除了加入转场效果外 影片进行中我们还可以为它加入一点特效 让影片看起来更活泼 更具变化性 您可以选择左上方的特效选项 这里提供了许多的特效功你套用 选择好后直接拖曳到你要放置的位置就可以了 这里特效的长度您也可以透过拖曳的方式来自行调整 接下来就由您来自行练习了 透过工具的使用再加上一点巧思 您也可以完成非常棒的影片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教学的内容 若您喜欢今天的影片 别忘了按赞订阅并分享给更多的人 影片最后请您一同欣赏我们的动物宫廷音乐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